各位好,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一位資深產業測能師陳東岳先生 今天的話題就是想說說中地 現在的說法是先中後路或者中地優先 這個口號你覺得作為一個土地開發的政策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 implementation是執行不到的 先中後路你執行不到 除非你趕絕它 你不不顧一切我趕絕你 在今天這樣的社會又不行 始終人家做開那些行頭貨櫃車拖頭都有養妻活兒 具體的經濟成本其實就潛在那條數很大 我舉例你收中地本身當然你要收回地權 好像說一千元呎 問題經濟作業做開那班人做開那班生意 還有它對物流行業的支援 對建築行業的支援 對環保倉行業的支援 這些不可以割斷了算數 如果你割斷了沒有的時候 那它哪裡呢 沒有訂給它的時候你會割斷了那行的生計 節衷之餘你問我自己 我傾向填海近岸填海 或者海中央沒有那麼多人影響到的填海 淺海填海 我覺得這個是唯一可行的 做了大片的土地出來 還有比較有一個合理的規劃 合理的配套 可以有一個新的城市的形式 謝謝陳先生你的好貴的時間 謝謝